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 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福利满满的电影《生日女郎》 约翰是名宅男,有着稳定的工作和枯燥的生活 身边的消息圈也很单一,没什么机会认识心仪的女生 为了改变现状,单身多年的她决定网购一个女朋友 在购买网站浏览了很多女孩后,发现了娜娜 娜娜是个俄罗斯女孩,不仅长得漂亮,身材好 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可以和约翰无障碍交流 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制的完美女友 于是约翰就付钱买下了娜娜,还买了一张双人床备用 之后去机场接她,见面后很满意 可回家的路上,发现她根本不会说英文 只会说yes这一个单词,而且还爱抽烟 约翰觉得与夜上无法交流,于是给网站打电话要求退钱 并打算让娜娜回去,但网站根本不理会她 电话也打不通了,娜娜也感觉约翰对自己有些不满 赶紧召出自己的戒指向她示好,有主要定中身的意思 日常也很贤惠,主动给约翰做饭,织毛衣 晚上还偷偷溜进约翰的房间诱惑她 并用手帮她服务了一番 看着如此漂亮的妹子,单身多年的约翰怎么会不激动 可冷静后,约翰还是决定将娜娜送回俄罗斯 毕竟沟通交流也很重要 娜娜知道后,就直接扑倒了约翰,强行和她修修了 用身体交流解决了语言障碍 约翰就此文献了,接受了娜娜 还给她买了一本英俄字典,让她学习英文 与此同时,娜娜还发现约翰有些特殊的小癖好 喜欢玩捆绑,于是她主动看边学习配合约翰 娜娜的到来,却是给约翰的生活带来了不一样的改变 每天上班都很愉快,事业上也混得风生水起 很快就从银行的小职员晋升到了经济主管 爱情事业稍丰收,走上人生巅峰的节奏 直到这天娜娜生日,约翰也给她准备了小惊喜 结果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 一个是娜娜的表哥,会说一些英文 一个是表哥路上认识的朋友,是个演员 他们来这里是参加表演的 为了表示友好,还给约翰看了签证 约翰也放下了戒心 借此机会,娜娜还说了一些心里话 让表哥翻译给约翰听 说自己当时下飞机也害怕遇到坏人丈夫 所以站在很远的地方,用望远镜看约翰是不是坏人 确定约翰很面善才出现的 约翰听后很感动,生日聚会也很开心 还让他们暂时住下了 可是好景不长,约翰发现表哥的朋友很不对劲 对娜娜动手动脚很过分 于是约翰让他们离开 结果这却惹怒了表哥朋友 他绑架了娜娜,威胁约翰给钱 忽然就将热水浇到娜娜头上 于是约翰利用自己在银行工作 从金库里拿到了很多现金 然后和他们会合 可没想到,娜娜并不是被绑架了 这只是一场戏 他和表哥朋友才是真正的情侣 他们专门到世界各地欺骗单身男子 就算被识破了 这些单身男一般也都自认倒霉 因为网购女友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 之后他们到了一家宾馆开始分勤 约翰则被五花大绑在厕所里 娜娜和男友说自己怀孕了 不打算再骗人了 想过稳定的生活 可男友不同意 两人吵了起来 结果男友也将他绑在了宾馆里 自己和朋友带钱走了 第二天,约翰挣脱了绳子 准备离开时 发现了被绑的娜娜 帮他松开了绳子 两人开始互扇巴掌 这时约翰才发现娜娜会说英文 更加生气了 气冲冲地带着他去警局自首 但是在警局 约翰发现娜娜吐了 询问后得知他怀孕了 约翰有些心软 没有让娜娜去自首 而是送他去机场 在路上 娜娜在车子中发现了 约翰用俄文写的字条 是向他深爱的 这时他才懂得约翰的真心 自己很内疚 到机场后 约翰将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望远镜 送给了约翰 约翰也准备回归自己的生活 打算自首 但又有些不舍 拿起了望远镜 看了看娜娜 结果看到他被前男友带走了 约翰赶紧跟了上去 跟着他们来到了一家旅馆 发现前男友正在殴打娜娜 于是冲了进去 想英雄救美 可自己太弱了 直接就被打晕了 前男友看娜娜有些心疼约翰 觉得是娜娜背叛了自己 准备强暴她 还好约翰其实醒了 趁机打晕了前男友 然后他们拿走了所有的钱 去了机场 经历了这么多 两人已经彼此相爱 娜娜还说服了约翰 用前男友的护照 和自己一起离开 最后两人主角光芒开挂 躲过了层层安剑 远走高飞 影片的结局 确实有些强行完美 但这部电影的剧情反转效果 还是不错的 再加上是由女神 妮可记的曼主演 这部电影 还是蛮值得一看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我们下期再见